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年后才有救赏比较整个位 也带给它做出的 故事拥折着做出的贵边这样的做法 刚开始的时候吃的气酢的时候 差不多六七年轻点 气酢的三公项 但是气酢的价格跟这个进口价格差很多 在地的黑豆比较新鲜 进口的新增都不够 所以我愿意发挥了多了三成以上的价格 然后加地黑豆 好的咖啡苦 但会会干 酱油好的酱就咸 但是不失败 比较做出的好好的铁油 种出的好处沾沾沾沾的无铁味 故事却有六甲中意 在地内中吃咖的无铁味 一开始一定是很多人都是很不看好 因为他们都认为说 你就卖 你要卖给谁啊 跟一般的外面的价格差差不多 那我们一开始 我们这里面的最高的是 大概将近七十岁 六十几岁 那最年轻也要四十几 铁油很久不久了 拆帖子提供给面 想到会有一点一点的铁油 讲出阿美的故事 我从小妈妈就很会卤 非常会卤 妈妈也曾经做过这种卤味的小生意 所以说我觉得妈妈的传统手艺 加上地方的特产去做结合 所以说我才把它导入整个生产线的生产 能够让它量化 行销 台湾可以出口外销 用柴铁挑油搂出本性的糯米 如果说是要香气是用黄豆 那如果说要耐乳 干 回甘 是要用黑豆 那我们选用的就是西螺酱油 它刚好就是用黑豆去存量的 所以这个效果用当成卤汁的卤底 效果会是最好的 目前来讲我的卤味用量酱油 大概一个月差不多在300公斤左右 西螺挑油做出菜铁好味时 从今晚老门市的店 就看在台北清浪的西螺 演品露几乎 来讲出动感同意的菜铁故事 前前后后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 才把它完全的把它修复好 那所以说我们对这一栋房子 有一个slogan 美食文化时间光朗 为什么叫做美食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从事食品业 那文化就是结合西螺老街的文化 时间光朗 在这一个门牌号码 有四个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 跟建筑的素材 建建筑土 特殊笨蛋绿绿绿绿绿的路线做 两手点面 仗出仗义 有 similar一百万价格 出现IOD菜铁做 遇到更少的挑战 能够对咯供的请大 适当做调佑勇的 金造叶索救的 请订队 i know you